从零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2 大家好,我是萌新超然 平安时代的第17关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僵尸 连大夫都说他们的衣服穿得好奇怪 潘妮说那个叫阴阳师僵尸 看样子,之前的那些强风都是他们招出来的吧 这一关呢,超然试一下有了装扮的宝石桑石榴 有了装扮以后呢,宝石桑石榴可以喷出吸引宝石 据说可以把旁边的僵尸吸引到同一行来 这个吸引宝石和普通的宝石有啥区别啊 超然也没有看出什么变化呀 来来来,放一次嘛 哦,果然,两个僵尸真的到同一行去了 不过这个吸引宝石从外形上来说和普通的宝石没有任何的区别 而且是不是只有大招丢出来的宝石才会触发这个吸引宝石的效果啊 哦,来了又来了,你们看,这么多僵尸全部吸引到同一行去了 新出来的僵尸又被聚到一起去了 我的天哪,所以僵尸沉着小旋风过来了 宝石桑石榴,给我扔宝石砸它们 对了,超人很好奇啊 这个宝石桑石榴它是属于投手类的植物吗 我怎么看到,所以僵尸被宝石给砸倒了 按照这个宝石的弧线来看 宝石桑石榴应该算是投手类的植物吧 又来了,僵尸又被聚到一起了 这个吸引宝石的概率还是挺高的嘛 而且宝石桑石榴的宝石是可以砸到场外的僵尸还是不错的 好的,旋风到来之前,僵尸被清空了 过关之后,我们接着来挑战第18关 这一关嘛,超人带上另外一个大家不太常用的植物 电梨红掌,你们应该不太常用吧 这个植物的大招还是很帅的 虽然在平安时代没有雷云闪电,没有正负电荷 但是超人发现,电梨红掌的大招用来对付这些忍者小鬼僵尸还是非常解压的 就是这个上场开大招的概率不是那么高啊 不过还好,电梨红掌的大招是可以打到其他行的僵尸的 所以呢,我可以完全不用管阵型随便放哪里 不仅如此,电梨红掌形成了大电球,还可以打到场外的僵尸 风来了,忍者小鬼僵尸闪亮登场,电梨红掌等着你了 哎呦,还漏一只 不怕不怕啊,风来了,有点可怕 能量斗赶紧喂起 新的电梨红掌赶紧中起,又获得了两颗能量斗,太好了 超人感觉平安时代本来关卡不算难 但是增加了这种不太稳定的音速,强风加旋风 一个不小心就会陷入危险之中啊 不过这种不确定的音速增加了随机性 也更有乐趣了 什么呀,有什么乐趣啊,差点就要输掉了,真的是 我都服了,哪有你们配合这么好的 僵尸一出来风就吹过来了 玩这种关卡还真的是好紧张啊 这个局面应该是稳了吧,不要再吓我了 超人脆弱的小心肝,经不起这样的风吹 好的,终于过关了